欢迎收看今天的外汇行业 一 澳洲联储或调整政策 澳云重挫至0.75关口 二 欧元对美元承压200日均线 关注ZEW调查数据 三 人民币年内有望守住整期关口 美元威强格局下 央行出手了谨慎 大家好 今天是7月19日星期二 欢迎回到新一期的外汇行业 周二亚盘 澳洲联储公布了7月份会议纪要 直言有可能做出任何合理的政策调整 澳云对美元加速跳水 盘中最大跌幅超过1% 直逼0.75大关 随着市场对日本央行加码货币宽松政策 日元贬值预期升温 美元对日元在下探105.60附近之后 息吻反弹 日元贬值势头或难以扭转 澳洲联储对澳云升值一直感到不满 纪要中也重审了这一点 而一切合理的政策立场调整的措辞 似乎是在向市场明示 有需要的话 澳洲联储将采取包括降息在内的 任何合理宽松政策 北京时间14.50分 美元指数爆96.57 澳元对美元爆0.751314 周二亚市宏观面 数据较为清淡 欧元对美元维持窄幅震荡 尽管闭线情绪温和抬头 但欧元多头还是力度站上 1.1080上方 目前欧元对美元交投于1.1075附近 日内最高录得1.1079 日内震荡幅度不到20个点 目前200日置换均线 1.1180至90区域阻力明显 周二欧洲时段即将公布 德国和欧元区VW调查数据 有望对欧元走势提供新的指引 每周时段美国方面还将公布新屋开工数据 同时本周四欧洲央行还将公布最新的政策决议 届时将成为本周欧元面临的最大风险事件 北京时间11点42分 欧元对美元报1.107879 据报道人民币在中国央行的护航下 二季度从容使过最大的贬值剂 逐渐让市场看到了希望 彭博最新调查显示 机构投资者预期人民币下半年温和贬值 对美元年内不会破期 过去一周彭博对20家金融机构的经济学家 人民币策略师以及外汇交易员进行了问卷调查 受访者对今年底在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预期中值 看在6.795 较目前的交易水平贬值约1.4% 为年初至今下跌速度的一半 对今年年底的预测最低值为6.9% 没有受访者预计年底前汇率破期 人民币对美元今年已经贬值逾3% 在亚洲主要货币中表现最弱 近期市场预期 美国加息进程放缓 中国上级GDP增速好于预期 6月末外汇储备余额更意外的上升 人民币贬值节奏明显放慢 本节目由杜高斯贝出品 感谢您的收看